同学们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动物流并学这门课程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是流行病学 流行病学 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我们对它进行一次拆分 Epi等同于Among 指的是在什么中间 Demo指的是人群 Logo指的是论述学科 直译过来就指的是研究在人群中所发生事件的学科 那么用更为现代的语言来进行描述 就可以说成是研究人群中疾病发生情况的一门学科 那么我们动物流行病学 自然研究的就是动物群体中疾病发生情况的学科 那么疾病发生情况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传统意义上的兽医多关注于对动物的个体进行一个诊断或者是治疗 比如说为犬进行一台手术 或者是进行一项流位切除 但是当一个或多个动物群体发生疾病的时候 比如说禽流感 那么一个一个单独对动物进行诊断和治疗显得就不适用了 这时候就需要借助动物流行病学 因此动物流行病学更关注的是动物的群体 当动物群体发生某病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答谁发病 在哪里发病 什么时候发病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些也就是疾病的发生情况 最终回答为什么会发生疾病 这就是动物流行病学的任务了 因此动物流行病学就是一枚研究动物群体中疾病的频率分布 及其决定因素的学科 在生产实际中 我们会遇到各类不同形式的发病情况 有的群体发病原因是已知的 比如这个牛场它流行了布病 所以大量的母牛导致了流产 但更多的时候是病因未知的 比如说这个场突然发生大规模的死亡 原因未明 如何确定病因已知疾病的来源 比如说刚才发生布病的那个牛场 为什么会再次爆发这样的疾病呢 或者是对病因未知的疾病 比如说刚才大批量死亡的那个场 我们希望找到它发病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我们受益流行病学工作者的职责 在寻找这些原因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收集各种资料 来获取有关疾病生态学和自然史的信息 在确定了治病因素之后 来确定疾病的一个防控方案 制定监管 并对这些方案进行评估 并评估疾病及其控制的经济影响 这些就是动物流行病学的用途 那么当疾病发生的时候 我们又该如何去确定病因防控疾病呢 首先我们需要对疾病的情况 进行一个大体的描述 去记录疾病的流行情况 比如说这个群体发病是什么样的 是地方流行还是流行还是大流行呢 然后进一步需要对疾病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进行一个度量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掌握的就是疾病的流行率 或者是发病率 发病风险等等一系列的指标 在大致掌握了疾病的发生情况之后 开始推断病因 究竟是由什么导致疾病的发生 这时我们通常会采用病例对照研究 对病因形成一个初步的假设 然后进一步通过对立研究来确定病因 由因推果 当假设病因得到验证的时候 我们会制定一些相应的防控策略 然后对疾病进行一个控制 那么在实行控制计划之后 我们又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是预防还是控制还是根除 在执行了防控方案后 当然需要对防治效果进行一个评价 于是我们需要对疾病的动态进行一个监测 可是我们又该选用什么样的监测方法 对疾病的发生进行监测呢 这就涉及到了检测方法的评价了 比如说通常我们会考虑到检测方法的敏感性 特异性等等指标 当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指标 在进行了一个全盘的监测之后 通过比对一个动态的结果 最终来确定疾病的防控效果 以求达到一个控制疾病的目的 这些就是我们动物流星病学将要研究的内容了 好的 这一章节我们就讲到这里